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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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先来学习备份的概述 那什么叫做备份啊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把数据考出来 复制到其他位置 然后呢 如果原始数据崩溃了 丢失了 或者出现别的问题 我可以把你的这个重要数据恢复回去 你避免我们的工作 因为数据丢失而彻底无法进行 不光工作当中需要进行数据备份 那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也需要把我的重要数据进行备份 对吧 这样的话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这个数据一旦丢失 可能就很不方便 现在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我们的存储介质可能是比较多 有我们的硬盘啊 移动硬盘啊 光盘啊 甚至还有网盘 对吧 那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学员 其实都已经讲成了 备份我们自己个人重要数据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思路 或者说这样一个习惯 那我们的企业服务器上呢 尤其是Linux服务器上呢 也有大量的这种重要数据需要备份 呃 但是备份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 我们如果个人备份 比如说 我有点呃 李明老师曾经拍过的小视频 哎 我觉得这个数据比较重要 我需要把它备份下来 那我可能会在我的电脑里放一份 在我的移动硬盘里放一份 我再刻一张光盘 对吧 这样的话我可能就觉得 哎 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 那对个人用户来讲 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对企业用户来讲 它有点小问题 我们说备份的基本原则是 不要把篮子 不要把基站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那我问你 刚刚那种备份 它在什么一个篮子里 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 也就是说 它的物理地点在一起 万一这个房间 出现点一点不可抗的这种因素 导致了这个房间的这个损毁 那这个时候 这些数据也就会随着它丢失 当然我们说 如果真发生了 导致房间都可以倒塌了 这样的灾难 那这点数据可能反而不是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损失 但是啊 我们说备份的原则是 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把基站 所以呢 企业服务器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 需要进行一级备份 这是重要数据保存的事 啊 那么还有我们需要把我的数据 尽量要再备份出来一份 那到底需要备份哪些数据呢 超哥给大家举一反三 抛砖淫浴 我们看一下 在Linux系统当中最起码 你要备份这样几个目录 第一 我们的重要数据 很多的操作体验 其实都保存在Root的加募当中 那么一旦我的系统崩溃 这个里面的数据我是需要的 那么第二呢 我的 普通用户的加募录 我们很多的操作 比如说我如果搭建的是文件服务器 那么文件服务器上传位置 一般来说都是普通用户的加募录 那这个时候这个目录也需要备份 还有我的邮件服务器 对吧 我们的邮件 默认是保存在这里 保存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备份这个邮件目录 邮件 还有ETC呢 是我的重要的配置文件保存的 那这个目录也需要备份 剩下的比如说B 这个命令 这个目录虽然对系统启动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它不存在系统启动都会出问题 但是我只要安装一个新系统 它的病目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不需要你做修改 所以它反而不需要备份 那如果考虑的话 你可能还有可能会备份 日制目录 哎 有可能你会考虑需要把日制备份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说还有一些其他目录 这些目录指的就是 你觉得对你来讲有作用了 在这里没有提到了 你可以把它备份 当然 如果你要把整个盘都被分了 当然更好 只是 那样的话会占用更大的硬盘空间 对吧 好 你要说 哎 我不差钱 我多了就是钱 所以我的硬盘空间我可以随便买 那这样的话 你最好干嘛 准备一台跟你的原始计算机一模一样的服务器 这样的话 一旦第一台服务器当掉 第二台马上就可以等 就可以顶替过来 那我们说 在一些重要的网络拓扑图当中 对一些重要的节点 我们确实需要做这种实时备份的服务器 而且需要采用心跳监护 一旦主服务器当掉 从服务器马上就可以顶替 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讲的只是备份而已 那我们就强调这些目录需要备份 那这是Linux系统上所需要备份的数据 除了他还有 如果我们自己安装了一些服务 假设我安装了Apa奇 那么Apa奇你需要备份的数据指的就是 配置文件 对吧 我们里面保存了我的基本的这个 所有的这种公共修改都在这里 我如果不想再配一遍 那我就需要把它保存下来 还有呢 网页 我的整个网站全部都在这个目录当中 当然有可能你会用其他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虚拟目录啊 导致他没有放在这个目录下 那不管怎么说 所有的网页目录 所有的网页目录 你都需要把它备份出来 这样的话 一旦服务器瘫痪 你的网站就起码不会瘫 只要再搭一个Apa奇 把这些网页考回去就能用了 在你的安装目录下 会有一个叫做Data的目录 这里啊 我指的是Mysco 5.5之上的版本 如果是之前的老版本 它装的是VAR目录 它装到的是VAR目录下 如果是新的版本 它会装在这个目录当中 那你这整个目录都需要口碑备份 那如果是阿片包安装的Mysco 它会安装在WASA的Leap下 Mysco目录下 把这个目录彻底备份 一旦你的Mysco出现问题 只要再安装一个 一模一样的版本的Mysco环境 把这个目录拷贝回来 你的所有的数据就会这个恢复 当然这里只是举例 我觉得这是两个常见服务 我说它应该备份什么 那如果是一些 你自己搭的样子服务 比如说搭了个邮件服务 那每个邮箱的信息 每个邮箱用户里面的这个邮件 都是备份的重要 这个位置 对吧 看你干的到底装的是什么 对吧 那首先我们需要确定 我需要备份什么东西 这里超哥只是给大家给个建议 你有可能备份的不是这些 但是这是最基本的 你可能备份的比它还要多 对吧 好了 知道了备份的这个重要性 也知道了我需要备份什么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备份的策略 我们指这个备份策略的时候 主要指的这样三个策略 第一个就是完全备份 他指的就是把你需要所备份的数据完整的拷贝下来 然后呢 如果你要备份整块硬盘 你也可以备份整个硬盘 当然也可以指备份某个分区 或者某个具体的文件目录都可以 看你要备份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重要 你就可以把它完整的拷贝一份 这样的话数据一旦崩溃 这个旧数据一旦崩溃 你的备份数据就马上可以进去 理论上来说 完全备份最好 因为它保证了完整数据 然后呢 恢复起来最快变 最快捷 最方便 但是完全备份需要更大的一旁空间 而且备份的时间也更长 所以说啊 你要考虑你是否值得进行完全备份 当然如果我们说重要的数据 就像我说呢 你可能还需要单独准备一台备份服务器 不能等它摊了 我手工考回来再恢复 而是它一摊 它就会自动检测 备份服务器就会直接进行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数据服务器就是可能更加比完全备份策略还要严谨 那是实施热备份 对吧 但是完全备份 其实我们说它其实已经相对来说 只如果只是针对数据来讲已经足够 但是它需要更大的一旁空间 哎 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每次备份都是完全备份呢 也不行 我说吧 完全备份是比较耗费系统资源的 如果你每一次都完全备份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服务器压力比较大 而且出现别的问题 所以啊 这是基本备份策略 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呃 天 或者你如果你没有不考虑一旁空间的话 呃 一天或者一个礼拜进行一次完全备份 就足够啊 完全备份 除了完全备份 还有我们叫做增量备份 哎 我当时画这个示意图啊 高老师看到之后 他居然跟我说 哎 你画了一个加油站的加油桶吧 我就有点郁闷啊 我画了这么漂亮的备份示意图 他居然跟我说这是一个加油桶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的审美 这个简直是呃 差到了极点 差到了极点 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的作用 嗯 第一天 如果我要有原始数据 我要备份 这个时候我需要进行完全备份 但是当我第二天备份的时候 我只需要备份 第二天新增的数据 而不需要再备份原始数据 当我第三天再备份的时候 头两天的数据 都已经保存下来 我所以只要复制备份第三天的数据 把它保存下来就够了 当我第四天的时候呢 只要也是备份新增数据 啥叫这增量备份 他指的就是 每次备份都备份 今天新增的数据 他是跟你上一次备份相关 看这次到底备份哪些数据呢 是看你上次备份的哪些数据 剩余的新增数据备份 这次备份备份哪些数据呢 跟你上次来比 上次备份的这么多 那这时候只要备份新增的就好 这就是增量备份 当然这个备份数据不是备份过来不可以压缩的 我们一般备份完之后都需要压缩 对吧 都需要压缩 只是告诉你备份的策略 或者是原则 那增量备份 那增量备份 理论上来说最后 因为他每次只备份新数据 原始数据备份过一次就可以了 不再保存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来说 备份起来 他占用的一旁空间最少 但是 这种备份 恢复起来比较麻烦 你要恢复 你要干嘛 先恢复完全备份 再恢复第一次增量备份 再恢复第二次增量备份 再恢复第三次 你有多少个增量备份 就要恢复多少次 可能会比较麻烦 那这就是增量备份的特点 好处 他备份的时候 备份的数据量最少 占用的存储空间最少 坏处 恢复比较麻烦 那 这个呢 完全备份呢 就相当于 每次备份都 完整备份一次 好处是 备份的这个恢复的时候 比较方便 坏处是 备份最慢 而且占用的空间最大 那有没有折中办法呢 那第三个策略 叫做差异备份 这就是一个折中办法 看着 当我第一次备份 是完整的第一天数据备份 当我第二天要备份的时候 备份第二天的新增数据 当我第三天备份的时候 备份第三天和第二天的所有数据 当我第四天备份的时候 备份第四天和第二天 到第二天的所有数据 他跟这个增量备份相比 他的差别在于 他每次备份都是跟第一次的完全备份来比 也就是说第一天备份的是 完全备份当中没有的数据 只备份他 第二次备份 也备份的是完全备份当中不存在的数据 第三次也是备份 完全备份当中不存在的 这就是区别 再看一下增量备份是 每次备份都跟上一次备份相比 有哪些新增的数据 而差别备份呢 是每次备份 都和原始数据相比 就都和完全备份数据相比 那这样的话 他只备份的是新增数据 这样 他比完全备份 占的空间少一点 但是随着你的备份的时间的签数增加 你会发现 他这个少的空间也有限 他就少了第一次备份 以后每次都是备份所有的新增数据 而所以啊 随着你的备份的这个这个差异备份 备份的时间的增长 他备份的这个数据量会越来越大 但是他比增量备份要稍微少一点 啊 比完全备份要稍微少一点 比增量备份呢 再恢复起来要更方便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折中策略 其实我想说 我们在备份的时候 还是完全备份 和增量备份使用的更多 差异备份带来的好处有限 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你需要 你可以考虑这样的备份策略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讲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首先告诉大家 什么是备份 接下来说了一下 超哥建议大家 备份哪些重要数据 最后我们讲了 完全备份 增量备份 和差异备份的概念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出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